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熟稳重,受人尊重,怎样才能成熟稳重呢? 我认为,弄轻并做到只轻重缓怒,进腿驱舍,即为成熟稳重。 所谓只轻重,就是把握好对人对视的分寸,不愉悦,也不冷淡。 说话要知道什么能说,什么不能说,不能说的话说了很可能得罪人,甚至引发其他后果。 没人既要热情真诚,又要渴守界限,过度热情会引起别人反感,过度冷淡,别人认为女性高。 做事要坚守本分,既不能损人利益,也不能损人不利己,更不能冒犯他人。 这其中的度要怎么掌握,是人生最大的学问。 孟子说,全,然后知轻重,意思是通过全横思量之后,才能知道孰心孰重。 才知道如何应对。 说话要经过思考,表态要留有余地,凡是蒙定而厚动,这样才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。 成熟不是原话事故,成为阴智的利己主义者,而是懂得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。 无论何种境遇,原则比先最重,不能预悦。 这话题,也却曾说,若疾病而用患药,是要杀人也。 患病而用疾药,是逼杀人也。 人生也是这样,该紧急的不要拖沓,可以寻视渐进的也不能急躁。 树欲静而光不止,子欲让儿亲不待。 人生在世,有很多事如果不抓紧去做,就只能抱憾终生。 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。 很多事情,要一点点积累,即早只能换来失败。 分清主次换集,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条理分明。 竟然有事,不至于一团乱麻,直进退。 也就是说,在人生的黄金阶段,随着自己阅历的丰富,心智的成熟, 这时候要努力进去,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机会。 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,一定要果断前进,把握住机会。 而人过了六十岁,很难再有进一步的可能, 这时候,就不能再一味的谋求进去,而是要想着退一步。 所谓成熟,就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进,什么时候该退。 天知道,损有余而补不足。 处在人生的低处,要奋发向前,处在人生的高处,要牵翼撕退。 知取舍。 一般来说,你拥有一样东西,就要付出一样东西。 你想拥有财富,就要靠努力获得,如果不劳而活,就只能用劳欲来抵。 你想要拥有健康,就要用锻炼去换。 想要事业丰收,报效国家,就不能成宽西夏。 有所获得,必定有所守器。 自顾两难全,人生一直在做的,都是单选旗。 选择了这条路,就一定要放弃另一条路。 人生最难是取舍。 成熟的人都懂得听从自己的内心为自己而活,不遗憾,不抱怨,活出自己的精彩。 非有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 哎哟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